敢一脚踹掉法拉利总裁,看不上C罗老板娘宝座的猪猪,他背后究竟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背景 2012年,猪猪被法拉利总裁当众狂亲的一幕,给28岁的他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甚至给他扣上了爬上枝头变凤凰的帽子 毕竟,此男人不是一般人,名下拥有整个法拉利产业,甚至还是一手操控C罗的大老板 但谁料,单单只是过去五个月,大富豪就公然与另一位大美人抱头互啃 这无疑不暗示着猪猪被踢出圈子,甚至嘲讽他同时金龟婿 但猪猪满身毫不在乎的模样,彻底曝光了他强大的绅士 须取一个总裁压根儿不稀罕,甚至还让对方庆幸,与他这个顶级名媛恋爱 因为猪猪是个名副其实的将门之女 祖父朱须是开国少将,长征和国家导弹部队的建设全都有祖父的身影 而老爹是个大商人,一手开创了内地的冰淇淋 身价估计已经上亿 两位长辈的战绩是猪猪稳坐顶级名媛的最好见证 可是即便在强大的世家背景下,猪猪始终都非常谦虚 甚至是从未因此为荣 更别提在公众场合炫耀 因为他足够清醒,在任何领域的发展,全都是靠个人实力得来 作为闯进娱乐圈的红三代 猪猪始终在跑龙套的小角色上打磨演技 即便只是花点小钱点点脚就能拿到的好资源 猪猪却不屑一顾 不靠努力得来的成果,他从来不乐意白白伸手去拿 况且,尽管他已经敲摸混上国际舞台 甚至还成为国际大牌艺人的同事 CAA,Creative Artists Agency,创新精英 有什么比较大牌的艺人们 太多了 Tom Cruise,Tom Panks,Brad Pitt,斯皮尔伯格 然后就是所有你能想到的 朱莉尔 Roberts,然后Maryl Streep 你能想到的那些好莱坞明星都是CAA的那个 但猪猪却始终低调演戏 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名媛 而并非那种一位以炫富争地位的二手名媛 朱猪露脸参加真人秀的代价就是被黑道公子哥当众讽刺 因为我有个非常般的搭档 2016年,即便朱猪美得不可方物 但她的美艳却害得自己被一众男人阴阳怪气 在非凡搭档中 到场嘉宾需要以抽签的方式来完成凉凉组队 可是当朱猪上场后天王黎明的一句话 彻底曝光了男人对漂亮女人的偏见 黎明大哥,如果朱猪作为你的搭档 你会觉得可以吗 因为谁都不愿意跟美丽废物搭档 在朱猪身上 旁人对她固有的印象是 任何成绩都是靠美貌而来 并不认为她有多大的本事 也就成为被天王都排斥的人 而当黑道公子哥陈楚河抽到搭档是朱猪时 她难以接受的模样 像是被逼着当众吃下了一口 纠转大肠 因为陈楚河是个黑道公子哥出身 老爹是先动整个弯弯的大人物 让他有资本一副目中无人的臭脸 在高达10米的高空中搭配做任务 因两人体重失衡 压根不能让板子处于平衡状态 这就导致体重轻的朱猪直直落下 并且错失了完成任务的时机 这就出现了陈楚河当众讽刺朱猪的一幕 在发现朱猪被板子刮伤后 他非但没有第一时间关心 反而还戏虐到提醒朱猪下水会更疼 如果朱猪是个名副其实的娇娇女 我想他压根受不了这番屈辱 更不可能不顾生理期的自己 毅然决然地跳进泳池完成任务 或许这就是朱猪这个顶级名媛 不做作的缘故 可是谁都想不到朱猪一个顶级名媛 竟然在星途最盛之时 突然嫁给一个普通男 着急忙慌到生女完成人生大事 难道他也被灌输了传统女人的思想吗 如果生活中出现蓝红这类型的女生 给你抢罗宾你会如何应对呢 嗯 让给他 不抢吗 不抢 男人多的是 男人多的是 明明不靠男人照样活得精彩 但为何朱猪却迫不及待找男人 冒着高龄的代价也要生娃呢 2021年朱猪在圈子里站稳脚跟之时 竟然意外宣布结婚喜讯 此男人却被嘲讽太过于普通 丈夫王云嘉比朱猪小两岁 是个清华大学的美术老师 另外名下还合伙一家定制西装品牌 这样看对于朱猪的家世而言完全拿不出手 甚至是王云嘉完全高攀了朱猪 而朱猪一副大女人姿态 从不乐意一副男人过日子的他 竟然一股作气一年后在38岁高龄之下 缠下一个宝贝女儿 难道这不是狠狠打了自己的脸吗 其实不然 对于足够清醒的朱猪而言 他既然能抵得住这个灯红酒绿的圈子 必然能有一套他的生存法则 甚至是拥有幸福小家庭的幸福 因为在孕晚期他早已经发福到认不出来 甚至是被质疑怀了双胞胎 直到生完后他短短只是两个月的恢复 就马不停蹄回归到大萤幕 但不是怕被圈子淘汰 而是他要找回自己 找回他做母亲之外的另一个身份 一个做自己的身份 况且在《浪姐四》中 朱朱顶着美艳的容貌和妖娆的身材 在舞台上的每分每秒都在努力营业 作为顶级名媛的他 压根不在乎金钱和利益 更不会把爆红放在心里 只是他想要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就是他在各个领域都尝试的缘故 因为他似乎从来不怕输 这也是他乐意演小角色的缘故 不求大红大紫 只求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享受 或许这就是顶级名媛的清醒之处